谢谢你,小鳞蛙 以后的天气真好啊 小鳞蛙都出来玩耍了 嘻嘻猫猫快来看呀 嘻嘻 嘻猫猫在睡觉,不要打扰它 小月亮,你拿的什么呀?你想知道吗? 嗯,让我看看吧 嗯,你看 哇,好可爱呀 对呀 好吃 嘻,这青蛙从哪里来的呀 这是灵蛙,不是青蛙 而且,只有我们森林里才有呢 对呀,颜色不一样 啊,它受伤了 嗯,我去找鸽子医生,可它不在 我们就先好好照顾它吧 好,我先去找个小卧给它 你等我一会 嗯,我来照顾你 乖 你真听话 走开走开 走开点 啊,小鳞蛙 嗯,是谁在找本王子睡觉啊 嘻嘻王子,你醒了 嘻嘻王子,你醒了 什么呀 乖,新王 你干什么呀 打扰本王子睡觉,真讨厌 小鳞蛙,你拿开点 嗯,走开,走开 走开 嘻嘻王子,你没事吧 这么多口水 你,黏乎乎的 嗯,快走快走 嘻嘻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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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冒冒,以后不要让我看到它 真是的 骗来骗去 小鳞蛙 在哪里,在哪里 这里 你不是 这里 也不是 嘻嘻躺起来 嘻嘻 熊儿 快出来,快出来 我要带它一起去看波斯局 妈妈,把小鳞蛙拿给熊儿看看吧 小 那只小什么蛙 是你的呀 嗯 本王子把他赶走了 那是鳞蛙 你为什么要赶走他 让他回到大自然 多好 可是他的腿受着伤呢 小月亮 你别生气了 谁让他添本王子的 本王子不喜欢他 哼,小月亮 小鸣娃,你在哪儿 小月亮 小月亮,来帮你 小鸣娃 嘻嘻王子 我们也去找找吧 本王子才不要找呢 嘻嘻王子 小鸣娃太受伤了 会不会有危险呢 好吧好吧 本王子陪你去找 真的 嗯 太好了 小鸣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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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鸣娃,你在哪儿呀 小鸣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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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鸣娃,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鸣娃,你没事吧 小鸣娃找到了 我们去野餐吧 哼,我绑的绷带都掉了 我还是去找鸽子医生吧 你们先去山坡上等我 那我们等你哦 鸣娃黏乎乎的,还甜本王子呢 真讨厌 小鸣娃怎么那么喜欢他 小鸣娃,小鸣娃只有我们孙女里才有呢 而且他多可爱呀 小鸣娃还说,他和青蛙不一样 可以一下天都生活在陆地上呢 一下天 那去野餐也会遇到很多鸣娃吗 嗯,小鸣里有蚊子 小月亮说,鸣娃非常喜欢吃蚊子 蚊子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们俩先去,我等会儿就来 射上的小鸣娃,已经被小鸣子医生治好了 送到森林里去了 太好了 嘻嘻在哪儿呢,是不是不来了 嘻嘻王子她 王子来了 嘻嘻去去 真烦人 来了来了 嘻嘻 那咱们快开始野餐吧 好啊 看我这里 都是给你们吃的 哇 还是毛毛带的好吃 还是看看我带的吧 我妈妈做的鲜花饼 里面有玫瑰花做的鲜哦 哇 哇 对嘻 蘸蘸俺的蜂蜜 那得多好吃呀 熊儿真聪明 姐姐 你带的什么呀 看本王子的 给大家准备的 这个是我特意找山羊爷爷要来的 蒜包 蒜 你拿这个干啥呀 虽然不能吃 但是爷爷说 蒜味可以驱赶蚊子 嘿嘿 蚊子不来 灵蛙也就不来了 不怕蚊子 你快拿走吧 姐姐 灵蛙来怎么了 再说 这么多蒜味 我连花香都闻不到了 嗯 不要拉倒 妈妈 给你一个 嘻嘻嘻嘻王子 嘻嘻嘻嘻 嘻嘻 啊 起吻效果可是很好的哟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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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蚊子走开 走开走开走开 笨王子今天就好好照顾你们 给你们吃吻 你们就保心的野餐吧 嘻嘻 嘻嘻 你别闹啦 啊 笨王子才没有闹呢 嘰嘰嘰嘰嘰嘰 那边也有好多蚊子 你去寻寻那边吧 好主意 走喽 蚊子走开 走开 走开 还有这边 小月亮 你说波斯菊花蜜会是啥味儿的呢 熊啊 你就知道吃 好香啊 我要送给寄寄王子 寄寄王子哪去了 啊 终于可以回家了 啊 我的蒜包 啊 是石头啊 啊 我的蒜包去哪了呢 救命啊 快跑啊 萌萌 快跑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快跑啊 好多蚊子 快跑啊 救不到蚊子 救命啊 快跑啊 救不到蚊子 快跑啊 快跑啊 大海熊老师 大海熊老师 啊 怎么这么多蚊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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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蛙 哈哈 哈 是我之前帮助过的小林蛙 啊 小林蛙 啊 小林蛙 刚才真是谢谢你 多亏了小林蛙呢 大海熊老师 啊 嗯 这是我的朋友小林蛙 还好有小灵蛙赶跑了蚊子 谢谢你啊 姐姐 姐姐 这回幸好有小灵蛙 你还不快谢谢人家 姐姐 你这是怎么了 我不喜欢灵蛙的样子 吵得让人睡不着觉 还喜欢舔来舔去的 一点都不可爱 姐姐 吵你睡觉的是蚊子 小灵蛙为了吃到你身上的蚊子才舔你的 不是这样吗 姐姐 咱们和小灵蛙做朋友吧 那就允许你做本王子的朋友吧 还有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我是可爱的小灵蛙 小灵蛙 呱呱呱呱呱呱呱小灵蛙 做虫子的小行家 虫子来了 不害怕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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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可爱的小灵蛙 做虫子的小行家 虫子来了 不害怕 小月亮和吉记的课外活动 大树幼儿园的自由活动时间 小朋友们在做什么呢 哇 嗯 选哪个好呢 小月亮 你们好了没有 还没呢 再等一下 不能偷看哦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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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俺看看 登登 我的梦幻城堡 漂亮吗 哇 漂亮漂亮 嗯 为啥后面空荡荡的 小月亮 嗯 为啥不错啊后面呢 空荡荡的好奇怪呀 哪里奇怪了 只要漂亮就可以了 嘿嘿 快看看笨王子的大作 哎 怎么样 是不是很气派呀 嘿嘿 就是颜色好像 嗯 颜色怎么了 挺好的呀 熊儿的意思是 你的城堡 没我的漂亮 是不是啊熊儿 你觉得本王子的城堡不好吗 我的菜比较漂亮吧熊儿 谁说的 我的菜比较好呢 我的漂亮 熊儿你说呀 熊儿 知道了 你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城堡呀 一起 一起做 本王子 哎 你们一起啊 就可以做一个又好又漂亮的城堡咧 熊儿 嗯 熊大 你们先做吧 待会再过来看 嗯 姐姐小月亮 做好咧 应该放我这块 放我的才行 我这块又大又平稳 最适合当第一块了 不好不好 我这块才适合呢 哈哈 啊 才不是呢 啊 熊儿我这块好 是不是啊 熊儿 这块颜色更漂亮 这个才好呢 不 这个才好 嗯 觉得两个都好 反正我的比较好 我的才好呢 哼 不和你玩了 我才不想跟你玩呢 姐姐 小月亮 你们别 臭脸 摩托婴了是 姐姐和小月亮 原来是这样 来 熊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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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呢 哦 姐姐 你也收到通知了 是啊 熊儿告诉我说 老师安排了课外活动 哦 同学们 老师好 老师好 这个任务是要去寻找一样宝贝 宝贝 宝贝 嗯 拿到它 就能获得一种神奇的力量哦 神奇的力量 那我要变漂亮 我要变厉害 嗯 哼 老师 宝贝在哪儿呀 哎呀 在哪儿在哪儿呢 哈哈 孩子们别着急 这第一步的线索嘛 就在熊大熊二家 咋还没来呢 熊大熊二 哎 小月亮 小月亮姐姐 你们总算来了 咦 熊大 你知道宝贝在哪儿吗 嗯 是要通过我们的考验 才能把藏宝贝的地方告诉你们 讨厌 你就是这个 苹果 你站在这里 小月亮来这儿 你们把脸靠近些 这样 现在你们要互相配合 在三十秒内 把苹果运到终点的篮子里面去 啊 拿着过去不就行了吗 不能用手 苹果落地就算失败 明白了吗 开始 加油 加油 姐姐 你走慢点啊 别说话 要掉了 加油 终点就快到了 终点 还有十一秒 慢点 小月亮 你干什么 加油 小心 姐姐你走太快了 哇 时间不多了 坚持住 还有五秒 四 三 二 这可怎么办呀 拿不到宝藏了 熊大 这个考验太难了 能不能给本王子降低一下难度 这 要是换成熊二跟我配合 肯定能通过考验 哼 要不是你走太慢了 熊果也不会掉 明明是你走太快了 苹果才会掉下去的 是你太慢了 熊二 哦 换成皮球了 可别再掉了 这 这也很难呀 就是啊 皮球比苹果大一些 更方便你们配合 嗯 规则还是球不能掉在地上哦 开始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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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熊大 这难道就不能单人完成吗 这 嗯 不行 一定要你们一起配合完成才行 嗯 通过的话 就能获得宝藏消息哦 就算本王子配合小月亮 也很难三十秒内完成啊 有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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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完成这个考验 这是 喂 嘿嘿 哇 小月亮 系好啦 哇 哎 哎 哈哈 姐姐到你了 哎 嘿 这次说不定会成功呢 嘿嘿 哎 哎 加油 哎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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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亮 接球 漂亮 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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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嘿 好厉害呀 哈哈 太棒了 顿王子当然是他了 嘿嘿嘿 小月亮,你怎么这么开心呀? 因为刚才我们的配合得很棒, 也都亏你想到了好办法。 小月亮快看, 那就是熊大叔的藏宝贝的地方吧? 宝贝…… 怎么都是积木, 这是…… 琪琪快来看看这个 怎么了 — 你看这像不像你 真的很像 那这个会不会是你 这是我们 那城堡呢 这还不简单 没有城堡 那我们就自己搭一个 对 自己搭城堡 姐姐 怎么了 这块积木不太好看 等一下 换成这个试试 好 让我试试 真的漂亮多了 你只搭了一面墙吗 我 我不知道后面该干什么 让本王子来帮你吧 好啊 首先 你可以在门后面加一条路 你在那儿做塔楼 好 我呢 来负责城桥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一座城堡吧 好啊 给 姐姐 好了 我们的漂亮城堡 大功告成 现在有小猴子 也有小狐狸 还有大城堡 对了 我们还没有找到宝贝呢 同学们 猫头鹰老师 猫头鹰老师 老师你看 我们搭建了一座大城堡 看见了 真是一座又稳又漂亮的城堡 恭喜你们通过了全部考验 对了 老师 老师 宝贝在哪儿呢 对啊 对啊 你们哪 去那边找找看 那棵树后面 嗯 对 好好找找 找到了 快打开看看 哇 徽章 老师 这个徽章有什么用啊 孩子们 都过来 你们还记不记得 老师给你们提过的神奇力量 那是什么呢 对啊 这种力量 就是团队合作的能力 因为你们俩的配合 才能造出这么漂亮的大城堡 哇 这徽章就是我们团队合作的证明 原来如此 团队合作的 冰上的萝卜头 好 冬天的森林可真漂亮 瞧 是谁正走来 光头强 萝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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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呢 萝卜头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的萝卜 来 小心点 谢谢光头强 我帮你捡起来 谢谢你 刚头强 你好厉害呀 还能在冰上滑着走呢 可我总是会摔倒 萝卜头 我带你去学滑冰吧 滑冰 今天大队修老师会在冰场里教大家滑冰 喝好玩了 走了走了 光头强 你慢点 就是这里了 熊儿 你来得这么早啊 光头强 看啊 熊儿 晒疼了吗 没事 不疼 好厉害 咱们也快去吧 换冰鞋了 来 快点换上 换完了 啊 萝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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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啊 我 我还是不滑了 你是害怕摔跤吗 别怕别怕 有我在哪儿 光头强 萝卜头还没有准备好滑冰呢 萝卜头 你先看我们滑 等你准备好了 老师再来教你好不好 好 好 薛卜冰谁都会摔跤的呀 嗯 多会摔跤啊 只要记住快要摔倒时 顺势扑下 弯膝盖 用带了护具的部位切出地面 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受伤了 然后两条腿跪在冰面上 先抬起一只脚 稳住以后再抬另外一只 慢慢站起来 嗯 屈膝 弯腰 出地 要是滑冰不会摔跤就好了 好 猜猜我是谁 是 谁啊 摸不着摸不着 别闹了 别闹了 小月亮 快来一起滑冰吧 小月亮 原来是你啊 哈哈 一起去吧 喽不疼 不要不要 啊 为什么 我 我怕摔跤 不敢滑冰 别怕 我们会保护你的 滑冰可好玩啦 孩子们 来咯 开车咯 好像 好像是挺好玩的 别怕 我们慢一点 嗯 好样的 萝卜糖 好样的萝卜糖 你可以的 哇 刚特强 你滑得真好 我 我 你怎么了 我还是不敢滑 喝 我还是回家吧 嗯 先别痛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啊 哈 你交给我吧 那我们等光头墙回来吧 摸不着 这是什么呀 坐上你就知道了 好 走喽 好 走喽 摸不桃 你眼睛不好玩啦 对呀 你快看 哇 老师 你看 走 走 摸不桃 哇 怎么样 萝卜糖 好玩吗 啊 太好玩了 感觉我在飞一样 萝卜糖 自己滑起来啊 够好玩 你要不要再试一下 试试吧 试试吧 你能行的 萝卜糖 萝卜糖 没事儿爹 开始俺也害怕 但是现在你看 太多干燥了 咱们有名气啊 哈哈哈 来 看我一桌子 欸 看你的 好 啊 什么呀 哇 萝卜头好厉害 萝卜头好棒 谢谢你 萝卜头 光头墙 小月亮 你们带着熊二练习一下 老师带着萝卜头 好的 老师 萝卜头 刚才你扶住了熊二 动作真敏捷啊 老师相信你很快就会学会滑冰的 真的吗 来 勇敢点 再试试 好样的 大黑熊老师 你看熊二还是不会停 老伯头 你先等一会儿啊 老师去去就来 高头墙 我们一起吧 好 再来 熊二 一起来吧 好 膝盖微微弯曲 右脚 左脚 没事 一步 两步 快看萝卜头 加油啊 萝卜头 龙二 你又进步了 来吧 老师带你滑一圈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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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头好厉害 其实摔跤也没那么可怕嘛 罗伯头 你多练练就能和我划得一样好了 得了吧 你还没有我划得好呢 谁说的 来比比 谢谢老师 要想学好划冰 就不要害怕摔跤 老师也摔过很多次呢 只要穿戴好防护 就不怕摔疼了 一开始我很害怕 但是有大家的鼓励 我现在变得勇敢了 没事吧 没事 摔跤没什么可怕的 咱们一起划吧 好 小朋友 都不复杀了